国民党没有操作弃保 这个是一个阴错阳差 造成今天这个现象 如果国民党有弃保林庚人的话 韩国瑜会去吗 朱立伦会去吗 罗志祥会去吗 一大堆人去帮他站台 去帮他造势 但是一直直到林庚人 据说从民进党那边 拿到打高宏安的助理资料之后 把情况打拧了 就变成林庚人以为打了高宏安 他可以作恶忘一或忘一抢 没有想到把自己打到第三 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国民党继承出现到一个天人交战 因为我以前在新博士浮选过 他们的天人交战说 我继续支持林庚人 如果不会上的话 那等于在帮沈慧宏 我为什么要帮沈慧宏 所以各位不要忘记了 这一次民进党的现任的市长 八年连任的都没有留下来任何传承 林志坚因为自己的问题 造成沈慧宏的败选 郑文燦没有办法传承给郑运鹏 林又昌没有办法传承给蔡时莹 所以他证明了一个东西说 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做得很好 就人家选民一定要买你单 国民党也一样 民党也一样 国民党朋友不是落选了吗 金门不是落选了吗 这个都两党都要检讨 所以新博士我要很明确讲一个问题 没有所谓的国民党弃保林庚人 是到最后选民发现到 这个情况在吵下去的结果 那很可能就造成了 沈慧宏当选 本来以为是双红之一的高红安当选 结果另外那个沈慧宏当选 那岂不是又作任了林志坚的 假论文都没有关系吗 那刚刚林委员不是讲过了 林志坚的假论文都造成 外衣向影响到陶 影响到台北了 都那么严重呢 那新竹人怎么 孰可忍孰不可忍 中华大学的假论文 还有造假的台大论文 然后都可以放过他一码 所以高红安本来 我认为没有领先那么多 这票开出来我也吓了一跳 因为到昨天 我们看到一个不公开的民调 双红之间的误差不到三千票 真的 到昨天我看到一个民调 那最后开出这样子的票数的关键 你觉得可能是什么 我觉得关键是整个 整个大的外衣效应 我刚刚讲过 还是陈时中 还是民进党对疫情 本身没有任何 卑躬欺序的道歉 温柔人的心 连陈水扁都讲了 你陈时中是 踏着一万多条人命 十级而上选台北市长 你怎么能够 用一点比较温婉的心 来回应这些问题 静怡一直在严头 这没关系 我尊重你委员 就好像说我代表国民党 我讲的话 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 因为如果从这样 如果民党继续对疫情这个东西 比如说举个例子 不过我觉得疫情这个部分 我真的有点见仁见智 见仁见智没关系 那只要民党继续保持这个态度 那基本上还会继续延续 发烧到2024 况且这段时间 疫情还没有过去 民进党的防疫成绩 挑战还很多 当然大家都要共同来面对这个问题 可是我总是觉得就是说 我们台湾人是一个比较 喜欢人家讲 就是说你比较幸福的 你如果说不好意思 让你做成了怎样 然后煮什么 高端煮了没多去日本 不好意思 政府给你放这些 你很多问题用表达这种方式 难道不行吗 你为什么要用那么傲慢的方式说 我陈时中一回答你好几次 你还问这个问题干什么呢 不仅对记者是这样 对讲话是这样 对黄珊珊也是这样 所以黄珊珊的票 为什么没有办法气保到陈时中 当时互相气保的时候都要讲 气黄保奖或气黄保存 都是操作策略 因为蔡英文总统曾经对黄珊珊非常好 曾经在上一次的立委选举的时候 公开支持过黄珊珊 得罪够高嘉宇 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为什么人家不愿意把票 从黄珊珊的票给陈时中 这个原因就是关键是觉得 我觉得是今天民进党执政 到这个瓶颈 遇到了某些 自己没有办法突破的砍 所以今天晚上蔡英文主席 迟不迟是一个关键 再来民进党明年一年当中 对整个大选准备的提成 对他之前回应的所有的公共政策 我建议重新反省 重新面对 谢谢大家